民國八十三年 十一月二十九 為了紅毛港的居民 青春的官僚 起高雄市政府控制 我們看看丹郭 丹郭在這裡 這個箭頭 紅色箭頭指的這個人 丹郭 丹郭那時候是在家 丹郭在家 現在是高雄市長 現任的檢察儀長 他那時候帶紅毛港 紅毛港的所有的居民 去高雄市政府控制 那時候比控制的是高雄市長 丹郭 丹郭 高雄市長 那時候都是國民黨在執政 那時候高雄市長的戀етр 丹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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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他八十三年 十一月 二十九 的獎品 這是 紅毛港 李氏 千春的李氏長 紅康啟提供的資料 好 我們再玩一下看 高雄的市長是五噸儀 高雄市長五噸儀是12月底才卸任 三個失敗卸任 他那時候是9月10千 去控制 來 我們看主要的文章裡面 政府高層以本計劃已經積極推動為由 對於技系發給租屋津貼 租多設限 問題是 我們怎麼知道 這不是一張顯玩極跳票的空頭選舉支票呢 因此 張進雄強烈要求 台電應該繼續花幻租屋津貼 在花幻的條件上 因比照過去十年的規定辦理 而不能有任何彈書 顯然 當初協助 紅毛港 全村爭取權益的這些在野黨 等當初在野的單局 就我鑽雄 現在 民主政府黨已經完全執政 這些相片 這兩張相片 都是洪歡喜會長提供給我 請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 我們今天請到洪毛港的 洪理事長 洪會長 洪毛港全村的洪會長 好 那還有蕭昌澤 蕭律師 來解決法律問題 現在我們把洪貓港的問題 法律上的問題 應該是怎麼樣的 我們請蕭律師跟洪理事長 來 好好啊 討論一下 來 OK 來 謝謝 真不是 好 繼續 來 這個問題的開始 這個問題的開始 好 那我們就開始啦 問題的開始 好 那個 你有哪些法律的問題 想要請教蕭律師呢 來 現在因為在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高雄地方法院他裁定2,800多萬的訴訟費 但是我們這筆錢 我是說 我們當初82年提存價金的時候 他有代扣每瓶3,000元的代扣土地增值稅 一般土地增收他是不扣土地增值稅的 因為是洪貓港十年協議 洪貓港居民還住在那裡 要進租稅義務 他把這些資息2億1,000多萬 就是的資息就繳洪貓港的房屋稅和地價稅 所以我們阿門港到16年那些錢 他也沒有啟動簽存之後 他都沒有貸款 所以我們阿有這筆錢 用支付命令的方式強制執行 叫執行處代替我們執行這些 像高雄市政府財政局 執行這些2億1,000多萬的代扣土地增值稅 出來這訴訟費跟那個 以後也有假扣押的問題 還是強制執行費 還是督促程序費用 這樣子 秀醫師回答他可以嗎 好 那我們就是鎖定第一個問題 我們會長這邊提到 這一個 他說就支息的部分 大概有2億多 這個支息的部分 是不是也是歸入了 是代扣的部分 好 那這個我們請求 剛剛又提到一個重點 就裁判費 說法院無錢墨進來 講的就是這個裁判費 裁判費你第一個 民事上的審理 那不管是誰 他有一個裁判費 Google一下 就馬上知道裁判會 這是一個閉絞的費用 那我們這一件 就是先進行一個督促程序 剛剛會長有提到 督促程序是一個檢疫的程序 就是為了趕快取得 法院的一個支付命令的一個裁定 這個支付命令 都知道 他的裁判費就500塊 各位聽眾朋友 各位觀眾 那就是500塊 只要繳 因為這個法院有行為來說 只要繳這一筆 那就先進入 那這是第一個門檻 第一個關 那我們確實先繳了 然後繳了 必須要對方有意義 就支付命令就要先下來 有意義以後 才要補繳裁判費 剛剛提到 這些程序竟然都被跳過 結果跳過人過 踏了什麼這樣 他就是說 因為這個SOP 這個法律的程序 他完全沒有遵照這個程序在走 那這個部分 這個幾百萬 將近兩三千萬的這個裁判費 當然不可能是 這就會來可以來負擔 所以我們就變通一下 先繳這個支付命令的程序 那這個繳了500塊 然後又要補繳這個部分 那這個程序是有問題的 也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相當的市政 也就是說 我們當然絕對是有理由的 才會提出這個支付命令 那後面的爭執是後面的事情 那是第二階段的事情 那如果確實資歷上有困難 是不是也可以申請訴訟救助 我就四個字而已 訴訟救助 也就是說對裁判會兩個理由 你顯然 你不是有勝訴的希望 只要有這個勝訴的機率 說明這一件事情 再來就講說 我們的財產 我們的資歷 資歷就是法律寫資歷 就是我們的經濟能力狀況 不足以負擔這個裁判會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請這個法院 先讓我們進行訴訟 這個叫訴訟救助 那目前就是 如果說要解決裁判會的問題 當然有很多種方式 你可以切割成什麼部分 或者分成這個部分來進行 也就是說我們有 一則上多少子彈打多少仗 那這個確實有子彈 才能打這個仗 你顧行事的不用錢 民事的差就要去裁判會 但是是第二關 也有時效的問題 我們小的來龍去賣以後 我們接著這更大的弊案 金額更勝過高雄氣泡案 那些上款一樣都要追 這個事情要清清楚楚 幾十億不是上百億的錢 到底跑到哪裡去了 由於兩百多億 確實去向不明 這些金流 難道說對執政的當局 只講說補償完畢了 這四個字嗎 這些每一分每一好 這是該歸給人民的 不可以跟人家人民搶錢 那最重的重點是 只要是政府搶這些不義之財 毫無益處 只是加速他的魅亡 那看還有什麼問題 我們要繼續講 所以這些我希望說人民有訴訟的權利 是的 所以我也有抵抵了支付命令或者抗告的過程中 我也有說 民事訴訟法它也有一個107條也有訴訟救濟 但是我感覺高雄地方法院他都沒有很明確的回答我 他只要給我水程序 黎米給我上去高雄行政法院 黎米還要轉去高雄地方分院 轉來轉去 所以我也有抗告 抗告的高雄地方分院他裁定我是勝訴的 所以也要回答高雄地方法院的管轄權 但是他以前就是卡在2,800幾萬的訴訟費 但是我在4月1號的時候 他說叫我殺殘民權 我覺得我認為說 在這個市 又有看到被停資的41.99億這個部分 他背上土地的一平是5萬3千幾塊 我其實我都已經說了 我都說了 當初提存法院的 你們的資料應該都比我們更清楚 所以代替的土地金額執行 這所有的補償清冊提存書裡面 都寄 多載明的很清楚的金額 所以說 我不需要再提出什麼證據去 纏述什麼法律那個殘民權 我覺得提存書就是在高雄地方法院 你現在說現在是這樣子 因為我剛剛從你的來龍七脈 我知道了中央政府已經撥了304億給你們 紅毛港的千村 在期間過程裡面 在牽走的過程裡面 臨走了92億 那現在應該還有212億 但是212億 你說只看到了40億 那有172億不見了 我感覺有172億不見了 我跟妳講 現在是這樣的 你要把它講清楚 你把172億講得清楚楚 你說他們都有文件在案 我跟妳講 現在是查到政府 現在是查到政府 我有看到這些東西 甚至於人事實地物文號我都寫清楚 那我缺額172億 拜託了 172億不是普通的 要講得清楚 你不給他講清楚 這查到政府 全部給妳付付 反正妳也不知道 所以紅毛港的期程 在那兩年要全部完成 在那個安置戶的部分 就對了 不要說他的安置戶的時間 他有簽出 但是我們的行政締約 這個並不適用我們的財產 的公告限制去換來 所以跟他給他簽出 沒有什麼關係 你敢聽我 你有什麼要跟裁料 給紅毛港簽出 賣不出 當初說好的 200控告案 蓋三樓透天安置我們 結果妳也沒有執行 結果妳土地也沒有賠出來 我們怎麼有錢 我們如果經土地在那裡蓋的人 沒有領到五萬以外 我們還要拿錢 還要把政府賠貸 還要貸款四百幾萬 阿門港簽出 八幡出 就是這樣來的 對嗎 你給我們的新政 你給我們的新政締約 安置戶 新增支付 就是我們的第二代價 分的一兩千元 妳也不需要給我們 因為妳到新政締約 十年妳到安置戶 新增支付 是到八十七年 十月二七 這要兩千元 妳也都不需要給人 欸 現在是這樣啦 鄉親啊 我們大家政府 打的客戶 大家照聘照鏡 啊 現在喔 紅毛港在這 這兩千幾元 他們大家照聘 雙姓政府 大家照聘照鏡 大家簽出 簽出 他以後呢 欸 你東摩摩西 托托 一百七十多億 中央政府 下來的一百七十多億喔 不見了 夭壽喔 這真的 欸 但是喔 我再 我再補充一下喔 跟蕭律師喔 我再補 紅毛港是依據喔 紅毛港 第三次千村修正計畫書 做為行政締約的安置戶 他喔 我們到了四年 啟動千村 喔 他 這本喔 當初 可以去開會 是這個民意代表 跟主教會 跟一 關重要的幹部而已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我到阿門港千村 我不知道喔 紅毛港有一個 紅毛港千村策進委員會 也不知道有這本策進委員會 第三次修正計畫書 這本是阿門港喔 95年 6月10月 開始聽他 在聽他 在聽他 95年 11月 才認出來 因為我 有一間店 我都沒有 別人 所以我 會去 行文 去 監察院 陳情 我問 你不在補我 你要補一句是什麼 對不對 我感覺很不明 記得嗎 不是在千村 你怎麼不在補我錢 我就 很簡單 我當作我不在補 你嘛 你是不是要千村 我第三夫 你是不是要補完 不是這樣 所以我才會用 十幾年的行協 去了解阿門港所有的過程 包括我 有行政宿院 我都宿院有理由 這裡有八爪 不是我說的 就算 所以我有收集 他們當初 因為我有要求他 他給我 說 我沒有在精修範圍 但是我的地方 我們是很簡單的 不然我說 你精修的範圍 拿出來 你夠了 所以他 土地 我沒有 施行細則 五十五條 你 你高雄市 蓄地機關 就是高雄港務局 你的徵收 計畫書 你拿出給我看看 結果看起來 是一支三 所以我更知道 他這麼協議的過程 因為那時候 我根本 我們都在大工區 我們其實 年輕人 一台我們都不知道 包括 前幾年 都不知道 他給什麼法律來的 那是因為我有經過的所謂 我那麼清楚 阿門港主 可能知道 也可能是我 是 包括說 沒有包括那些 既得利益者 應該是我最清楚 小理事 是 小理事 你看 你先對他剛才提出的問題 你看 人家一個 好 我們三個問題 先說 我們安慧長他本身 他的所有款 他的財產 是他現在的 他還有情形 這都完全沒有處理到 我們剛才說 我們有一個勝訴 不是說我們從頭到尾 我們有一部會 是有道理 但是比較善意的是 台高雄的高等法院 他說延財電廢棄 那是說 這個是有機關 我們是不是要移到行政法院 地驗座之龍 他沒有要插他 就踢皮球給他在旁邊 那是國頂法年 沒有採納他的電影的看法 這就是我們一個 在 一百十年 六月三十年 國頂法年 國庸分年的 財電書 再來就是說 他也有提供到那個 提存書 提存的通知書 也就是各戶 也就是這一些 那 全力 土地全力放我 還有一個代扣多少金額 這個 舒文餅他就代扣二十幾萬 我爸爸就代扣十二萬多 那都為我們的土地補償 清策壓 提存出來 本身就是我們的錢 應該 應該不容易去強制執行 支付命令更對 結果他都不知道 什麼 我的產民權 還是我的代理權 不夠 怎麼 很多理由 如果我們要聽開 我們請求這幾十萬 我們基小勝為大勝 那有時候也是一種策略 再來就是曾博士剛剛有提到 一開始是三百零四億 然後補償了九十六億左右 剩下兩百一十四億 然後我們針對了 其中的四十二億 然後法院算出了裁判會兩三千萬 然後一百七十二億不見了 也就是我們要追追追 我們要保養大家 要去推薦這條錢的金流就對了 是嗎 曾博士我們說 這就是一個其中的重中之重 是這個 如果是大家要專門來關心就對了 這個錢不能給他 因為我問的是 由國家經濟的經濟建設 犧牲的 包括我們的生存權 因為破第二天後 我們靠在衛生的人 我們的餘資源 我們要以衛生的經濟來源都沒有去了 包括內外海 所以我們爸爸在我小時候 他就都要去 他嫁人去南鳳鵝 討海 暗港人 是由國家犧牲的人 結果你讓我們的白相 是這種東西 又讓我們用 當水當電掛出來的 是我生活好強的 對 這不是民主的國家的 一個政府應該是有的 你四個堅持 叫民主自由 對 所以你都做不夠 所以我今天 我雖然是一屆拼命 但是我 就是我要替我南港人說話 為國家犧牲的 以憲法來講 就對了 516652就對了 516652 所以說 是不是要保障 要迅速 還要相當 結果紅毛港呢 你是不是 你行政機關 跟蓄力機關 出來講一聲 紅毛港 為什麼貪得無厭 我們領多少錢 為什麼 我們要背負這一些 為什麼 這樣誰敢為國家 對 鄉親啊 鄉親啊 這本地是一個牽村 人家 紅毛 紅毛港人齁 為了我們國家的經濟 齁 牽村 現在牽村 他們 他們做些四百年來 住在這裡 你叫人簽 人家為了你國家的經濟 人家簽 簽了他們 中央政府 賺來的錢 一百七十幾個不然 一百七十幾個不然 那對 對 一百七十幾個不然 現在就給人家黑龍 洗倒 一個洗完 因為 我們港人 高雄 水準 比較多 老一輩 他就沒人嘛 你給他 他就去領 不然他不能領 還不能去法尼提準 拜託理長嘛 所以我們 年輕一輩 我們在做工作 還是說 那些 青壯年 我們都去基隆 討害 都是一些老弱婦孺 都在村來 牛在村 他們根本也不懂 他也不懂法律 所以就是 所有的 紅毛港策進委員會 都是民代 持久的他們去參與而已 他們去參與 其實我 我還在紅毛港 97年 7月30 以為平地的時候 我還不知道 哪有一個 紅毛港第三次 千春 第三次的修正計畫 我還有一個 紅毛港策進委員會 所以我都 那裡的內容 所以我 更加 所有的 全部政府 在今年 15年的 時效請求全稿 我起訴於 高雄地方法院 所以一準 裁定 兩千八百幾萬的訴訟費 我就是 這個錢 是 代庫土地爭執 所以是 因為我們的土地 補償款 扣出來的 你是不是要討論 對 沒有 因為這是提存書 在地方法院 有什麼要叫我 說什麼 殘民權 我不知道 什麼意思 來 來 法律 是 來 小禮師 你好好說 如果說不夠 我好就給你倒補 他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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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產民權 他其實是說 應該是法院拿一個公文 喊 他不是一個判決裁定之類的 他是一個喊 他說請你解釋市民 你的請求權基礎 就是產民 產民就是說明的意思 我也寫說 支付命令說 依土地法 196條 還是平均地權 被徵收的土地不扣 土地增值稅 我只能 這樣 我的程度就只能這樣子 我們找到法院遺跡 剛剛講到法院遺跡 對啊 我們現在說的這個 地號 他的地方就是1-3地號 對不對 4公斤 1-1 1-1 21.1498公頃 還有原地木23.5公頃 來 我都有寫進去 我們來產民的時候 就一定會提到 標地物是這一個 應該屬於人民的部分 他要拿回來的部分 他說我們已經進了 產民的EU了 那法院為什麼還這樣呢 所以產民的EU 已經是變成第2個 他還是用第1個來 他這個沒有 在這個裁定書裡面 他不敢講出來 他還是講金額的問題而已 所以這個地方是可爭議性 又跳出一個出來的 他整個 他最後因為沒有繳裁判會 駁回的時候 理由卻是沒有提到說 你沒有說明清楚 你的請求權基礎 你的法律依據 你的事實理由為何 是這個一個程序上的一個 有繳費的問題 才能夠進入審理 他是用這個來駁回的 那這個法律的部分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看到了以後 可能我們這一些都會有資料 有詳細的資料 那我們就是要不停的 來關注這個問題 來繼續來追查他的監流 然後透過法律上的途徑 然後窮盡一切這個 司法的途徑 一定要把他一個波銀建業這樣 欸 蕭律師是這樣啦 我們鄉親大家聽得好 法律是保護懂法律的人 你如果認為說你不懂法律 想要去走法院 你死了你 沒錯 現在不在帳面上的 陷阱 現在整個紅毛港是全部牽村牽走了 但是中央政府所給的 300多億的預算裡面 竟然有170億不見了 170億不見了 這170億應該是這些 紅毛港的所有的村民 他們所應該得到的 補償費用 是他們祖先400多年來 祖先留給他們的家產 這不見了 這要怎麼說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對 沒問題 欸 鄉親啊 這個地震還不小 現在我在12樓 咬得很兇 咬得很兇 好 等一下 剛才地震這樣 我告訴你 天地為之動農 我跟你講 來 我們說到170億 紅毛港的全村170多億不見了 中央撥下來的300多億 東九西九搞得有170多億不見了 講到這170多億呢 一不見 馬上台北大地震 天地為之動農 我跟你講天地都在生氣 來 這一段你解釋一下 好 來 這就是怎麼樣 這幾年這麼大便的金錢 170多億就這樣來 憑空消失 如果現場 有聽到這個財務的人 是不是這個 170多億 讓他們不見了這些人 是不是看到這個大地人 是不是魂魂魄散 也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對得起天理 連這個天理都過不 看不下去了 就是說 我們這30040億 靠到90億 基隆的41億 現在不見了的部分 也看得到的 有一部分補償的 有一部分提損的 的部分 然後扣掉都有 170多億就是不見了 那這個部分就是 我們要上窮避落下黃捲 我們要發揮這個 追求彭P這個案子的精神 包括香蕉案 火毛港案 這個就是我們要全民來關注 如果說我們自己的事情 都不關注了 那誰會來關注 如果我們不堅持下去 那我們還有什麼可以講的 也就是說這個紅毛港的問題 今天我們在這邊 也算是第一級 包括黃會長 就從南部來北上來 然後就是要我們集合 願意關心的人 願意關注我們這件事情 周遭的朋友 一起來關注 一定要把170億追出來 就是我的意見 來 會長你再說 來 我要說的 就是晚上 他們都說我們是戰友工地 我不知道什麼叫戰友工地 我們三百多年我們怎麼會戰友工地 我們也有所有關注 我們有三個 我們有圓 羊 還有建地墓 所有權狀 你用戰友工地 我不知道現在是怎樣 有海水灌 三百多年 祖先的祖地 是不可以 不過也有土地法 你應該政府本來就是 為什麼會立這個法 土地法一般就是14條 就是調節地方區域的經濟 阿門港為了國家犧牲 你也知道 沒有控制 還在控制 沒有效 這種內容 你都知道 所以才有這種法律出來 所以阿門港是為國家犧牲的 阿門港人是可愛的犧牲 阿門港人是可愛的犧牲 依土地法第12條 第二項 我們只要 匯物原狀 可以 依原來使用的時候 我們只要去 把所有關注 還請回來就好了 是 有什麼 議員 這些民意代表 才會割 什麼工地 用十分之一百 我們家會 九十塊土地 比高培 打一折 對 比高培 報紙都可以插得到 那個一之三 有土地所有權狀 也變十分之一 現在是怎樣 阿門港現在是 幾十人留的 還是幾十人留的 還是幾十人留的 阿門港一之三 四十塊土地 領兩個錢 八十二年 提供一次 九十六年 又領一次 四十塊土地 領三十萬 一塊好起來 七千五 建材 建材一塊領 1500元 在八十二年 提供1500元 阿門港人 吃不吃不吃不吃 五十五年 這樣 阿門港 總共 屬於 第五十五年 沒有 成熟一之三的 那一之三的養殖地 那也是養殖 人口 還有抓海的人 因為國家的經濟犧牲 結果你散 你政府 因為 你看 為什麼中國國民黨 我知道他當初不好 為什麼我還會支持 人家要有修法 政府要正用土地 要用市價增收 就是地方的人有上下起手 你要用 你沒有依照法律 平衆 所以你這裡東外的人 你才會帶 人家去抗議 為什麼你 會 那個 變成加害人 我想不到 什麼叫民主 我不是今天說 為了反對 而反對 我今天身為一個 紅毛港人 我一定 要了解這些人 是要 我們怎麼會 吃不吃不吃不吃 如果我們 爬得這麼好 就知道 我們怎麼會 千春病 不會出 都說好 你政府 沒有給人民 一個信賴保護原則 都說好 那些土地 土地安置物 在中安路 要安置 紅毛港的居民 結果 為什麼 還剩22公 22.4公頃 那些生的發鈔 還問人 流離失所 沒有了 一個 困工 所有的 還有 殘暴的 手段 是把我們用 你補好的人 把你用 當水當天 拿出來 這點 不是我今天 願意站出來 為了問港 我 沒有什麼 沒有學歷 沒有職 沒有職 但是我願意 去了解我的故鄉 是怎麼逢走 所以我就是 今天 我就是沒力 還沒力 就知道了 我就是四個人 包括 監察院 啊 那個 行政院 港務局 是 啊高雄市政府 我都走到不走 但是他們都是 那都是 他的一年 他三年 他三年 都把我們動作笑 讓我們 你知道我們都沒那麼多錢 沒資源 我們沒錢就知道了 我們就沒力了 他都用這樣 沒力了 沒力了 但是我今天又有 還有一口氣 我又怕到 高雄地方 既然我認為說 政 手法是 最後一道正義 結果我怕他去告內地 他是把我殺你 高雄 高雄 高雄行政法院 高雄行政分院 隨來隨去 說他沒有管轄權 當初 我提前的 你怎麼沒有管轄權 你有十五個管轄權 包括我小港 前甄 洪山 都是你的管轄權 有什麼 你怎麼給我散 給我哭一人 哭到這麼大人 因為我不能訴訟程序 我老實說 我對阿門港 我確實很了解 但是這個程序 我就是記載 你們在那裡睡 所以我也覺得說 我今天不得已了 我一定要找到 一個能協助我們紅馬港人 找尋真相的人 所以我也是 這樣我雖然不滿 但是我身為紅馬港人 會土生土長的小孩 我不能讓我的高雄 為了國家犧牲 還說我們不領著錢 我們吃不飽不甜 一頂又再頂 頂什麼錢 你政府你出來說清楚 你們當初彈局 這些張俊雄 謝長廷 郭文誠 這些人 我拜託你出來說清楚 問人家怎麼吃不飽不甜 你不是法民主 阿門港人怎麼聽人 你們的武武台 從頭起來 你們想看看 摸一個榮心 國民黨 架七十八年 因為他做家 給你們失敗 你們今天比較有武武台 你們今天比較會 當座立正館 請你們拿出一點的榮心 今天阿門港會不會出 你們今天負責很大的敬念 我把全部的不幸都要勝出你們的心想 這點就是到我死就知道 我都給你記住 這樣 來來來 阿門港 說清楚 你說清楚 你心來現在很不爽 以前東話 迷在桌 他們這些人 放你們出去 出到尾了 你覺得 我說的 鄉親 來來來 你應該點名 你點名 點不清楚 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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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就是直接說 這是他的商品 在這裡 我們有做家 大家都可以來看 阿不然拿去公正 看是不是我做家 這就是這樣 政府 當局帶我們 自己去控制 所有的安置府 都是他們這些東話 那種律師團 湯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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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 他們以前都是東話的人 他們沒法論 張俊雄也是 這裡的新聞稿 他還要要求 五年不可以 因為雙記 就要開空閣支票 阿門港 有十年協議 如果阿門港 如果十年不簽 台電還要依照 每個五千塊的 台電污染費 阿門港 結果都沒有 錢有了 但是我們都沒看到錢 來來來 這個新聞稿 是在 1998年就是 這樣是八十七年 九月十七號 這個新聞稿 來 這張新聞稿 等一下 我公佈 領給我們鄉親 大家聽 現在 我 我是今天第一日 小弟 切磋了沒有 電機博士而已 我一聽 聽這個 紅火長 你講 中央政府 有照顧到你 阿門港人 阿門港人 他說有就有 他說沒有 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 給你們三百公司 用 東摩西摩 一百七十二億不見 也就是說百分之六十 不見了 不見了 阿所以說 夭壽阿 這真的下樓而已 不然要死幾個 好來 這樣 我們今天 我們現在做的第一日 所有 紅毛港的人 你們大家要聽得好 現在紅火長 已經把這個小做得出來 中央政府 給你們三百四億 阿你們 年糟九十二億 現在 剩四十億 有一百七十二億 到底讓什麼人 上下起手拿走 這個過程 我們蕭昌澤 蕭律師 我們大家 讓我們出現 我們一路看 那讓我們轉 轉地球 所有海來外的台灣人 你知道嗎 讓阿摩 國保港人 這個紅理事 到處奔波 讓他們這裡 為了國家的經濟 為了國家的經濟 讓你們 讓你們 這是人造成四百年前 來台灣 造成這樣 一個大的家 你們騙走 等水等點 我相信 大家都 什麼 說你們不吃不吃 吃不吃 吃不吃 吃不吃不吃 吃不吃 夭壽 你 人家 人家 人家拿一百塊 買給他們 人家拿十五塊 走 三十五塊 分給人家 人家說人家 人家不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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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不吃不吃不吃 夭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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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給你聽 人家 人家就比較注意 來 這樣 好了 好 第二集 第三集 我們還要繼續請我們 紅毛港 會 或許要進度 人家的報告 繼續追蹤 隨時 就上來台北 來請教消暢者律師 把我們的進度 以及哪些人在作怪 哪些妖魔鬼怪在作怪 我們就坦白講出來 自由民主 對不對 有什麼案子 你就盡量我講 這樣好 這樣好 給我們鄉親 謝謝 謝謝再見 OK 謝謝 謝謝